女人有这四个表现就说明她已经默许你了 男女思维上的差异让很多简单的事情变得太复杂 就拿爱情来说 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就会直接和女人表达自己的心意 而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则是不断地给男人暗示 所以男人应该多了解一点女人 当女人有这四个表现的时候 说明她已经默许你了 一,愿意让你叫她亲爱的 称呼对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 也非常有意义的 如果女人有意想和你在一起 她就会愿意让你叫她亲爱的 甚至会和你撒娇 希望你能多关注她一点 但如果女人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那么她和你在一起就会非常客气 非常严谨 也不会随便和你开玩笑 也不会让你这么亲切地称呼她 二,喜欢和你分享她的故事 其实一个女人主动和你分享她的故事 就说明她想要你了解她 并且希望你能对她感兴趣 所以如果女人经常和你分享她的生活 有事情想到的人就是你 那么这就说明她已经默许你走进她的心里了 她很喜欢你 也愿意和你在一起 只要你再努力一点点 你们就能从朋友变成恋人 三,经常主动联系你 如果女人有事没事就找你聊天 聊天内容基本上都是一些废话 但她每次都乐此不必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女人已经看上你了 并想要和你在一起 她这样的做法就是在暗示你 默许你走进她的心 所以你就别再傻乎乎地和她瞎聊天了 只要你跟她表白 你们就能顺利地走到一起 四,愿意和你单独见面 在女人的思维里 单独见面几乎就等同于已经在一起 所以如果女人愿意和你单独见面 愿意和你一起吃饭 看电影 就说明她已经默许你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 不妨主动跟她表白 千万不要和女人欲情故纵 否则她很可能会误以为你不喜欢她 甚至不敢再主动靠近 这一子 你可以 揍